我们一起谈谈医药的相关股份 因为看到市场 港股现在跌少了一点 但也说是600点以上 刚才跌过700点 以上的一个跌幅 到23,600点 这个水平已经穿过 但如果看回恒指 科智那边跌至4% 大市有1300值的股份 也要向下跌 今天其中一个重灾区 继续是医药股 三大蓝筹医药股 已经连跌至4日以上 国药方面 石药方面 暂时要抗跌比较好 因为跌近两仙左右 903仙 中生制药跌至3% 但药名也要跌至半成以上的跌幅 多谢B仔股 也创造了一些本港上市的新低 当然我们这两天 说整个医药板块 或者医药相关 无论是生物科技也好 B仔也好 CRO也好 其实大家都是影响着 害怕内地的第七轮的大量采购 可能有些不确定的因素 就影响着 如果你看看这些B仔股 说几只 机实就好一些 已经是4% 比较松一点的跌幅 另外几只也有成一成以上的跌幅 其实是否有杀高估值的情况出现了呢? 一来他们就没有盈利 但其实估值也不便宜 是否有杀高估值影响着这些医药股 以及医药相关B仔股 有货的其实现在现阶段应该怎么做呢? 我那两个情况 刚刚第一个提及到 可能你说第七轮的大量采购这个消息 其实每一次都是 就是当内方面 有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间 很多叫做医药的板块 就一定会有一些 好像立刻腾腾腎那样 就是没有担心的了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可能有机会连你那个的价格方面 就是那些药价 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降价出现 还有我印象中 第七轮的这个 好像有些提及到 那个降价的幅度 有些的预测都不是算少的 可能差不多成 可能差不多4、5成左右 所以你说这个消息 对于药价来说的话 就应该是省口不利的 但是你又看到很有趣的 你看到今天那批的 就是如果按照你 一些比较传统一些的医药 就好像你说 石鱼、蜜蜜蜜蜜那些 那它们的跌势又好像 又不是那么多了 那当然了 那平身而论 它们的股价 都回了不少的 所以你说它们跌得不是很多 那其实又是合理的 但是呢 刚刚你提到一个 大家比较关注的情况就是 那个叫股值的问题 B仔股呢 因为现在这一刻 它们还处于一个 叫研化的阶段 就是大家其实都不知道究竟 它那种药价到最终 行不行的 因为如果这个假设 它是很行的 就是到最终 可以成功商业化 甚至乎 可能可以叫做 我们说赚的赚钱率是很高的 那当然是 毁了毁了毁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问题是 现在这一刻 大家也处于一个 可能是股的阶段 我常常强调一样的事情是说 B仔股 就是他们做的事情 可能太有专门了 一般的投资者 其实你不会知道 他在做什么的 就是你说 它那些药是否真的 很行 很厉害呢 大家都可能是 就是摸索啊 可能听回来的阶段的事情 所以当你现在这些事况 一旦转差的话呢 其实没有理不理 都先沽了 而且他们的股价 就这么说了 很多都根本上 都跌得很 已经跌得很伤了 所以变成这些投资者 就是宁愿这些位置 都宁愿 算了 我都不合作这种情况